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听众姐妹晚安 晚安是从加拿大温多华过来 有多少人去过加拿大温多华 好吗 也去过 哇 太可惜了 加拿大温多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你知道吗? 她曾经7次被评为全球第一名 最适合人类追逐的地方 全球第一名 连续7年 当然后来被有一些城市超越 瑞士的日内瓦这些 把这超过了 你知道她现在慢慢地坐在不下架 你知道她为什么吗? 因为温多华的犯罪率 在近几年有很多的提升 犯罪率有很多的提升 她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很多的一些 非常不好的法律开始在这个国家中心 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那个 方卖毒品是不是像西加坡的严厉 只要多少毒品就会判死刑 你知道在加拿大的毒品是合法的 所以你看这两个国家 产业是那么的大 所以毒品 重的毒品合法 销售毒品合法 然后吸毒合法 孙子可以到青少年到儿童 都可以吸毒 所以这个国家呢 从此以后就看到她极数的想法 洪国华现在变成一个犯罪率 逐渐节节攀升的一个城市 曾经那么美好的一个城市 现在乌烟涨起 我自己生活在那里二十年 我眼看着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在很好的地位 很好的位置 很好的样子 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了 我了解到我们很多华人的移民 甚至很多的人都说 我们是否在考虑继续要留在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是在世界上 在前几年 是世界上属三不第四个 好像是第三不第四个同性恋合法 然后呢 就很多很多的奇怪的 奇奇怪的法律就开始突破 这些自从政治正确 自由白走的这种思潮 然后在西方开始盛行 其实也是有 有离开神很多年 以后慢慢的结束了伙子 他们就开始了 叫厕所法案 就开始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厕所法案没有 厕所法案就是在公共场合 学校 学校的各种公共场合 所有的厕所呢 都是可以随便进 男女不分 就是说你可以随便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生你的性别 不是你的真实性别 你的心里的性别 才是你的真实性别 而且这个性别 是可以随时变的 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个男人 但是我可能下一分钟 我觉得我是个女人 我就可以进女厕所 进了女厕所 我进女澡堂 进女厕所 任何女性的地方 女更衣室 我都可以进去 这是全加拿大联邦法律通过的 你要明白 这个法律不是耳其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律必须得到贯彻 而且 如果你触犯这个法律 你是被判刑的 什么叫触犯这个法律呢 就是你拦阻了别人 除此了别人 或者是 或者是 有 就是 你哪怕有意识的 歧视了别人 这样做 你就是违法 比如说 女士们姐妹们 你在更衣室里 突然有一个男士进来了 然后你就尖叫一声 你是自然的反应 对不对 对不起 可能要把你控诉 上法庭 要判刑 因为你这是严重的 第一次出品的刑 这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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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 你要知道西方国家的歧视 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要是说你是歧视罪 那是相当于中国的反革命罪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 是怕你是最 他们国家是 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最害怕的就是说到 说到底是歧视罪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邪恶程度 而且现在 另外一个同性恋合法 IGBT 我不知道LGBT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 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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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性恋的 这个英文的总称 LGBT 现在 今年的我们的新学期 我们这个省 我们这个省叫 BCE省叫 GREGT C 刚刚通过教育法案 就要在学校里 正式的教材和课程 推动 LGBT LGBT 教育 叫性教育 就是性卡 各种教育 然后他的教育里面 就开始逐渐的混入 就是取消男女之差别 所有的名词的称呼 boy 不能叫boy girl 叫peach 或者是 Paris呢 父母 father and mother 不能叫 而叫adoles 或者叫garden 就是Paris 也叫garden 就是各种词都要开始改变 就是 兼顾 守护者 各式各样的 不能叫爸爸 不能叫妈妈 所有的性别 这一块 全部要把他改称 不能叫哥哥 不能叫姐姐 可能叫你的老婆 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反正教材 开始已经 从今年的一学期就开始推动 进到教学课程 孩子你是随意 可以更改你的性别 所以呢 你的性别 不管你多大年龄 所以教育法 给你这个权利 孩子是可以更改你的性别 家长无权干涉 没有权利干涉 也不必要知情 也就是说 孩子 现在六岁的孩子 听老师说 老师我想 我想做一个女孩 不知道好不好玩 老师还说 我什么男孩 我觉得女孩很好 好有兴趣 好有意思 是吗 你想要变个女孩吗 嗯 是 好 他有可能就帮你 打一针注射 就可以改变你 然后使你的那个急速 开始改变 然后让你改变性别 家长无权干涉 你干涉 你改变性别 这不是只是说到玩意 这是合法 所以你只要触犯法 你不是要被判刑的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 现在到了末世的末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现在这个世代已经进入到了末世的末世 你们有感觉吗 你们同意我这个说法吗 现在已经到了末世的最后的时段了 末世已经快接近 整个人类已经快接近尾声 基督快要再来了 你们有这个感觉吗 有吗 是不是感觉到你的周围都在开始改变 人心都在改变 不够得都在改变 自然环境都在改变 气候都在改变 你发现有些极端的气候都在 都在频频发生 是不是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天气 这奇奇怪怪的气候 好像地球在生病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人类在生病 好像你周围的人都在生病 每一个人群道德 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道德故事 你都可以听到 一些非常如尽人性 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 频频发生 是不是发现有这种现象 好像现在人心不古 你说人非常的各式各样的现象 你在你的周围 我不知道 阿西亚是不是 可能是不是在 在作为亚洲国家 是不是感觉好像还要 好像还要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感觉 比方台湾的中华文化的台湾 是持守的国文化最好的 从世界上是第一个合法化 他们现在要开始 把各式的各样的 穆斯林阿 伊斯兰阿 都可以引进到台湾 让他们更多的移民进入台湾 这一些 你们知道 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 如圣经所记 的确确确实实 到了主耶稣所描述的末世的情况 无论是人心 还是自然 还是气候 还是生态 都在开始朝着一个方向 在激速的下滑 尤其是我感觉到好像在近一年左右 好像最后是下滑的速度 更加的加快 加速的季节 魔鬼也是在加速的季节 当然神也是在加速的季节 所以现在这个世代 这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在过去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个讲 《默示》和《基督》再来 过去我们将会再开始讲 《默示》的时候 我们是2011年开始的 《默示》转型 记得我们说2011 就是2011年11月11号 那一次我们在温哥华 有个全球的1111会议 回家运动 回家我们那一次 大家知道回家吗 参加过回家 都看不见 参加对面就是代表爱默示 在全球 如何都走到现在 所以呢 他们都是在温哥华 温哥华是一个 默示运动的一个奴夫 有很多的运动 都是从温哥华出来 回家运动 新军运动 默示很多的 都将在温哥华出现出来 当然这也是神的权选 所以在那个会上 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对马太福音25章 十个同律 那个地方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加教会 我们教会叫加恩教会 不能够好 加恩教会 加就是那个 那个 好的意思 恩 恩点 所以我们那一次呢 就开始转型 从一个 从一个 一般的教会 我们一般的基督教会 转型 为陌生的教会 我们第一次里 做聪明童女的一项 那五个童女 五个聪明的童女 五个愚者的童女 五个愚者的童女 所以我们从那一次 就要转型 就是童女 都是所有的 讲的是基督徒 所以 为面对基督再来 基督 高养的童叶的时候 基督徒 会分为两类 这是大分来讲 分为两类的基督徒 一类是聪明的基督徒 一类是 宇宙的童女 所以 聪明的童女 可以进到高养的童叶 宇宙的童女 将被撇在外面的黑暗 爱不切实 我们第一次 突然的一段经过 有一个醒悟 好像有一个照亮 我们不再认为 这十个童女当中 五个愚者的童女 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 聪明的童女 五个愚者的童女 是那些非信徒 我们是第一次发现 哇 十个童女 原来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基督徒当中 才是有两个去向 有一个去向是可以进入高养的童叶式 五个聪明的童女 还有五个愚者的童女 确实被撇在外面的黑暗 让我们第一次明白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不是自动的结局 一样的 所以让我们明白 一个人重生得救 只是你的信仰旅程的起步 很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结局 所以准备不同 结局不同 所以这个结局是一个永恒的结局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教会不仅仅只是要传扬福音 不仅仅只是要让人重生得救 而是要让他重生得救之后 要让他栽培 让他成长成为聪明的童女 那当然我们后面的神戴隆 我们进入到 进入到心腹的一项 我们开始是转于末世 然后就慢慢领受到心腹 我们就发现 原来五个聪明的童女 实际上就是心腹 所以心腹的印象 我们到2013年 我们就开始来领受 所以到了今天 我们就开始 慢慢领受得胜者的印象 一年前的 我们就领受到一个 叫得胜者的印象 我们发现《启示录》 它是一个呼召等于圣者的一本书 《启示录》是在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也是我们人类的历史 它是观众我们人类历史的终结的一本书 它也是光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结局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启示录》里发现 《启示录》整卷书是在呼召等于圣者 所以它开宗里一直在二三章 就是写了七封信给教会写了七封信 每一封信都是在呼召得胜 所以得胜的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每一间教会 七间教会都各有长处和短处 优点和缺点 但是神他们都有一个呼召 得胜的呼召 而且最后一句话就是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也就是说凡有耳的基督徒们 你们都应当听这个呼召 都应当听这个警戒 所以启示录的警戒 或者是叫呼召 是一个得胜者的呼召 所以仅仅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不一定能够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阐述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末世和基督 再来方面的信息 我有一个副标题 就是还是办到第一 谢谢 主耶稣要来迎去心腹 主耶稣对 刚才我说的启示录 他一个主题是得胜者 启示录还有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心腹 就是要迎去心腹 新郎耶稣要迎去心腹 所以到启示录最后 到整个教会的终结 到了最后的时段 就只有心腹 所以十九章七节 也就是你们要欢喜快乐 你们要欢喜快乐 荣耀的日子 就是主耶稣要来了 我们 启示录十九章七节 我们翻一下 可以 那个第二道有吗 启示录十九章七节 这个是道人 其数十九章七节 已经到了最后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挥给他 因为高阳昏取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 认得好了 就得蒙恩 就蒙恩得川光明 洁白了喜玛依 这喜玛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 最后 启示录也就是到了最后的阶段 到了教会的历史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到了人的历史最后的阶段 主耶稣他再来 他迎去的是心腹 心腹也要自己预备 心腹不是自动俗成的 是要自己预备好 心腹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得蒙恩得川光明洁白了喜玛依 这个喜玛依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两个义 一个是基督的义 一个是自己的义 基督的义是因性称义 是不需要行为的义 是恩典的义 这个喜玛依 它实际上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就表明心腹它是有行为的 心腹是有生命的 心腹不是仅仅得救人 心腹它是要属于生命成熟 毫无斑点瑕疵咒文 这是讲到生命 它的心意是得蒙光明洁白的喜玛依 是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主耶稣再来 祂将面临着领取的是幸福 而不是一般的幸福 那我们就明白 那不是幸福的会怎么办呢 会是什么结局呢 那我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点 那我因为我想 因为时间的缘故 可能不能用那个太多时间 我可能要分两次 明天我会讲下辣幕 我今天就讲到有一个简单的一些概括 概括 那我们要讲到就是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末世和基督战牌 大家我要问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讲末世 要讲基督战牌 我为什么要讲 因为现在已经是末世了 已经快到末世的末世 而且到了末世的last minute 甚至last second 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阶段 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 讲这个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讲末世 基督战牌 他要发生什么 挖太狠 挖太狠 你要怎么样才能 要发生什么 是不是我们坐在这里 重生得救的 耶稣一来 我们全部被停 全部就是进天堂呢 我要 我要同大家澄清 许多的许多的概念 你以为是 因为我们教导是这样子 我们历史这代的教会都想教导 你只要进得救了 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圣经 末世开启以后 当你把focus放在末世以后 你都发现 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以后 没那么简单 不是那样子的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一样的基督 有很大的差异 有许多的差别 所以若是我们基督要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预备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 也会安不及时 完全可能 那我就要讲 来讲一讲 那为什么现在的教会 现在已经到了很深入神的末世了 已经到非常接近为神的末世了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从我们教会从2011年开始 开始也是慢慢醒悟 我们发现普世的教会当中 很少人真正为末世做预备 末世在靠近 基督的再来的步伐越来越迫近 但是很少的人 很少的人醒悟 开始为末世的预备 这就是八十五章 十个童女里面 为什么 聪明的童女也好 愚者的童女也好 其实都睡着了 其实半夜的呼喊者 是要喊耶稣要来的 我现在要喊的就是耶稣快回来了 所以实际上要唤醒所有的童女 唤醒所有的童女 一定要快快的预备 若是你没有预备 你可能就不一定是聪明的童女 你可能是个童女 也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愚者的童女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可能被撇在外面的黑暗 还不及时 那你可能也会说 外面的黑暗 那可能是下地狱 那是非幸福 那可能不是我们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 我们就是聪明的童女 那是过去的解释 童女从来都不会 非基督从来没成为过童女 只有妓女才是被基督从来都不会成为了 从属灵的妓女 所以童女是被耶稣的保水洗净得救的 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称为童女 那个聪明童女和愚者童女的区别是聪明和愚者之分 而不是真假之分 他变得要说那五个愚者的童女是假童女 耶稣在那里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说他是愚者的 他的愚者在哪个点上呢 他有灯没有油 聪明的童女是有了灯也有油 那油是什么概念呢 有的人说油就是有圣灵 没有油就没有圣灵 所以我出生得救的我就有圣灵 所以我的里面是有油的 你要知道 马太福音还有一个地方 主耶稣上面讲到七章二十七章二十三章 称呼我主化主化的人不能够进天国 唯独诸其我天父之余的才能进去 那个人又要说 那不是跟我讲的 那是非其他都讲的 那我要澄清一点 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俗称为灯商宝训 我要问大家 灯商宝训主是对谁讲的 这三章是对谁 他对听众是谁 门徒 也就是说五章六章七章所有的门徒 对门徒讲的 不是都非门徒讲的 你们先去看五章 门徒聚集在耶稣的脚前 门徒在那个山 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道 所以那个警戒是对基督讲的 我要澄清 当我们讲到末世 当我们去研究末世的时候 我们发现圣经当中 主耶稣当中很多的警戒 很多的严重的警告 都是对基督徒讲的 但是我们都把他旁通 我们把他说那是非基督徒 以至于让所有的警戒 我们基督徒全部旁通 认为那不是都会讲的 以至于圣经当中所有的警戒 对我们完全被解除 所有的警铃被解除 你知道你的Alarm吗 这个报警啊 如果你要偷偷地把警铃给它解掉 那就很危险了 也就是说所有的警报 发不出来 因为那不是都会讲的 就像我们听到这个警铃 它突然想的时候 我们就说哦 那不是 这警铃不是我们这边发出来的 不是我们这边有问题 是隔壁有问题 是隔壁有问题 那个房子有问题 不是我们有问题 因为那个警铃 我们基督徒从来不需要警铃 只有非基督徒才需要警铃 那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干嘛要警铃呢 所以圣经当中所谓的警示 警戒 全都对基督徒失效 我们把它屏蔽 旁通 所以主耶稣的所有的警戒的话 也对我们完全失效 这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警戒 我们圣经当中也有所警戒的信号 你知道痛啊 它是一种警戒 痛感是一种警戒 如果你生命当中失去痛感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有一些人的身体里面是痛感消失的 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的时候血流 可能流完了都不知道有问题 因为他不痛 有的人伤到 用火伤了 刀伤了 伤到他已经有生命危险了 他还不到 这就是表示他没有痛感 没有痛感是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神的创造痛感 它其实是一个警戒系统 是一个警员系统 是一个警报系统 是一个警戒系统 所以如果把这个系统给解除了 你就毫无没有任何圣灵的开启 任何圣灵的光照 神通过神的仆人先知 兴起来来警戒这个世界 警戒教会 没有人能听得进去 因为我们自动就把它平递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为什么教会 这么不重视默示呢 那我们的分析来 我们分析来分析去 我们分析来 圆在神间里 祷告神求 神给我们的感动 是原来我们的真理系统有问题 就像你知道 你知道新加坡有一个恩典福音 对不对 恩典福音我们大家都知道 恩典福音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它问题在哪儿啊 还说他们见证有问题 那见证我们见证也有问题 我们很多见证也归 也有很多 我们没那么准确的 你不能有见证 他见证 有的见证好像不太准 你不能以这个来判断 那哪个见证可能都有点 没那么精确的 都是有可能的 不能以这个来判断 他错我们 他错在哪个地方 你一定要从真理里面去找 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后来我们发现 恩典福音的问题 他就是把 把圣经当中的所有的 我们身份 身份的真理 和那一个 我们基督徒不是有个 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吗 这个身份和客观的身份 和地位真理呢 把它等同于 他的基督徒的 主观的 实际的属灵生命 他把他的身份和地位 等同于 他的实际生命 我们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是圣徒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都是 我们义重生德就是圣徒 圣徒 Sens S-A-I-N-T-S 每个基督徒都是圣徒 对不对 保罗称哥雷多教会 一开始 他说 我的哥雷多教会 是众圣徒 圣徒 圣徒是 是你的地位 你一重生得救 分别为圣徒 圣徒 你是圣徒 而你就是圣徒 但是你的实际属灵生命 圣徒是圣洁的呢 不一定 这两者是不能画本号的 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都是圣徒 但是我们的实际属灵生命 可能不是圣洁的圣徒 他把这两个真理告诉他 他就认为 你只要重生得救 你就是完全圣洁 不需要认责 所以他错误在这个地方 一眼神一推 就突错了 就是这里架构出问题 这里体系出问题 他也抓住到圣经那种部分真理 但是把它扩大了 把它入到自己的脑袋 去诠释 然后呢 就肆意的呢 又不脸受教会的传承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聪明 就一下总结出一个 哇 就很奇特的结论 然后呢 就觉得 我跟重教会都不一样 两千多年教会的结论 我发现有问题 我发现错了 他产生教报 就觉得自己抓到真理了 所以他才会走到这样的偏差 其他偏差在这一点上 当初他进一点 你就解出 你就能够解构他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讲 为什么现在普世的教会 对基督在来那么样的不重视呢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要从这个教会的真理架构来分析 那我们翻到下一页 对 你们为什么要讲末世现在 为什么要讲末世呢 末世 末世 那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 其实从主耶稣第一次来 复活生天 就已经进入到末世了 但是末世是整个一个时间段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末世的最后一个阶段 你凭什么这样说呢 你凭什么说 现在已经到了末世的最后一个阶段呢 你只是看到外面的表现吗 你只是看到外面加拿大的法律 一个个的邪恶的法律 一个个的过吗 你只是看到气候越来越坏吗 你只是看到人心越来越更伟大吗 你从这来判断 末世到了末世吗 那你这个判断实际上是很不稳的 是很没有扎实的根基的 那你这个 你只能说这些症状已经表现了 诶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确确实实到了末世的末世 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其实那个是不能做根据的 真正的圣经根据告诉我们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我们现在到了末世的末世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发生 是我们的分水灵 是什么历史事件 你凭什么说两千多年来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末世的最后一个阶段 有一个事件发生 就是主耶稣说 这无花果树发了你掌业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尽了 人子在无口 这个世代没有过去人子就来了 无花果树是谁 大家知道吗 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 记不记得主耶稣皱着过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不结果子 主耶稣皱着它马上就枯干了 那就代表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他们要找到以色列 以色列领受了神的律法 成为神的选民 主耶稣来到地上 居然在以色列找不到一个果子 以色列怎么样呢 主耶稣就皱着了以色列 以色列就亡果 从那里开始 第一世纪开始亡果 一直到一九十八年 两千多年 接近两千多年 以色列亡果 一直没有复活 但是主耶稣说 无花果树发楞掌业 这表示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 重新复活了 这表示以色列的复活 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复活 是一个典型的末世事件 是预表着末世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小阶段 怎么知道呢 这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章十章十四节目 我记得 就是讲到了这种花果树发楞掌业 你就是到夏天晴 夏天是什么意思 酷热 就表示打灾难的时候到了 人类的灾难快来了 人子就在门口了 那就是主耶稣已经到门口了 这个世代没有过去 人子就到了 一个世代是多少年了 七十年 摩西说七十年八十年 那我们发现圣经当中的一个世代 就是一个人活的寿命 大约应该在一百二十年以下 七十年八十年是平均年的 那算高寿 所以最多那个到一百 那算是好 算是很高寿了 一个世代没有过去 也就差不多七十年到一百二十年之间 大约最有可能的七八十年 那知道今年是多少年 今年是二零一八年 对不对 以色列知道 你知道今天复活多少年了 七十年 以色列复活七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二零一八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因为一个世代七十年是可能的 八十年也是可能的 一百年也是可能的 一个人能活一个世代 最多一百二 对不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 耶稣快回来 是分分钟的事 随时随时 所以你才知道 现在到了落实的最后的时段 非常的紧迫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是佐证这个真理的 确确实是如此 也佐证的主耶稣 他也说过 人子来有什么表现 人子来有很多的这些 人类社会的各种表现 现在历历在目在全球各地 确确实是佐证的基督要来的那些表现 所以他的根基是无法不出发了掌业 这就是我们到了末世 为什么要讲 因为已经到了末世 我们还不讲末世 那就已经没有预备好 没有预备好的 你就可能成为云朵的童女 被撇在外面 进不了羔羊的婚宴 外面哀哭切齿 哀哭切齿什么意思 哀哭切齿不是花不喜乐的 基督在来的时候 居然有一份基督徒 不是花不喜乐的 你想象的秘密多可怕 所以现在神就是要来 神就是推出我们 要到全球各地要来宣讲这样的信息 要醒过来 醒过来 要快快地预备 基督快快来 如果没有预备 因为你们就大部分可能被撇在地上 进入到外面的黑暗 还不坚持 这是永恒的 你是出生得救的 你只是没有下地狱而已 但是你没有进天国 你只能说你没有下地狱而已 你没有进天国是一个安安切齿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所以现在的教会实在是要醒不过来 我下面要讲的 为什么现在教会 整个基督教会 不重视基督再来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对基督救人认识的 这一个 这一个认识的偏差 对基督救赎认识的偏差 就是说教会 基督的教会 从宗教改革五百年来 马帝诺德宗教改革五百年来 当然五百年之前 那天主教那就更糟糟 所以宗教改革 马帝路德恢复了一切成一的真理 恢复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跟上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 成为基督教 基督教真理的核心和根基 恢复了这个核心和根基 这是马帝路德的根基 马帝路德在教会历史当中的 这一个神护照这个五人所作出的贡献 恢复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十字架的真理 经上十字架成就的救赎真理 成为教会的根基真理 成为教会的基础真理 所以教会真正的基督教会 比天主教要胜过天主教的 就在这一点上 所有的基督教会都非常重视福音 非常重视十字架 非常重视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 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 这个是现在基督教五百年的 马帝路德所作出的贡献 当然荣耀了那个神 这是神所拣选的独人和器皿 但是基督的教会对基督第一次来 重视足够的重视 这个要OK 非常要夸奖 基督的教会比天主教做得好 但是基督的教会还有一个真理的恢复 基督再来没有真正的引擎重视 那我看看我们往下翻一下 翻两页 翻一页就在一页 这就是左边这张图呢 叫单中心 单中心真理框架 基督的教会中心中间的那个 中心的十字架呢 是中心 是什么中心呢 是基督的十字架的中心 是耶稣第一次来的中心 所以单中心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 一个真理框架 那这个是基督教里面的 现在我们大部分教会 都是这个 中心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点呢 十字架是表示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表示我们信仰最重要 最核心的真理 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他所成就的救恩真理 救赎真理 所以这一点非常好 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发现 圣经当中讲基督再来 跟讲基督第一次来 一点都不逊色 你要知道 旧约的预言当中 其实有三分之二讲基督再来 三分之一讲基督第一次来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 他认不出弥赛亚 认不出主耶稣 犹太人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 拿预言一对到 一对到耶稣第一次来 不是的 这不是我们盼望的比赛亚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 旧约的先知的预言 都在讲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 那个犹大狮子 那个荣美 那个犹大狮子 那种征服权柄和能力 他那样的一个表现 是三分之二的旧约的预言 是在讲这个 以至于犹太人 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把耶稣等同于他们盼望的比赛亚 但是 所以犹太人 迷失掉了基督第一次来 所以犹太人他犯的错误是 迷失了基督第一次来的真理 他的迷失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所以看的 因为他那个 真正描述基督第一次来的经文 和预言呢 很少 在哪个地方是 注意把耶稣第一次来 深深的刻画了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这一处的经文 旧约当中 是 以赛亚是五十三章 以赛亚是五十三章 描述了 以赛亚受苦的仆人 他们从来 因为他这个 讲到基督再来的真理 讲到太多 以至于中间 穿插一个 基督第一次来的 那个受苦 无人的真理 他们以至于他们 迷失掉了 没有引起重视 以至于他们 没有认出耶稣 就是他们盼望的 彼赛亚 所以犹太人 迷失了耶稣第一次来 但是 新约的教会 犯了犹太人的另外一个 跟犹太人相反的错误 重视了基督第一次来 可迷失了耶稣第二次来 所以犹太人 他不过迷失耶稣第二次来 我在犹太人 我到以色列去旅游过 我那个导游呢 就是以色列人 他对以色列的文化 历史 典故 圣经 背景 了如指掌 所以真正的 犹太人 真正的圣经教授 都在犹太人当中 所以他们 他对外邦人 对圣经的解释 他完全表示 他们觉得那是外行 真正的专家 是犹太人 所以 确实是这样的 他说 我们犹太人 绝对不会迷失 耶稣第二次来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我说耶稣第二次来 那个时候 到了最后的光口里 认识到了 你也来得及 你也来得及 还有一位 我们犹太人 一定会再来一个月 信主 因为我们犹太人 太了解基督再来 从犹太人 对这个旧约的必然当中 对基督再来 太熟悉了 以至于我们措施了 基督第一次 而你们外邦人 你们外邦的教会 这些外邦的新约的基督教会 所以你们抓这个基督第一次来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你们是忘了苦 但是你们有一个巨大的损失 你们错失了基督再来的信息 你们把基督再来的信息 放在很边缘很边缘 无关紧要 很少团角 更不愈味 你们会大事 大大的错失基督再来 你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们外邦的教会 大大批的人会撇在外面 因为你们没有认为 原来是真理的架构出问题 看看这边右边这个组 那是双焦点系统 两个焦点 一个焦点 耶稣第一次来 第二个焦点 是讲到耶稣再来 这两个焦点是同等重要 这就是我们真理的架构出问题 不是真理的信息出问题 我们在单中心那个真理的体系当中 也有基督再来 也有默示 我们的神学里面还有默示论的 还有基督再来的 基督论里面还有基督再来的 我们故事真理的信息没有 我们都有 内容都有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很次要很次要很不重要的位置 我们把基督再来的 我们把基督再来的放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是一个教会论的一个真理 我们把预备 预备心腹把它作为一个灵性栽培的真理 基督徒生活的真理 你知道基督徒的生活真理和救恩真理 当你把它画作为一个教会论的真理 教会它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它是神的儿女 教会是神的军队 教会是神的家 这叫教会论 如果你把基督再来 把心腹把它归类为教会论 把基督再来归类为基督论 而不是救熊论的话 那差别害怕 你没有把它放在最核心的位置 你知道圣经的真理 它像一棵树 有些真理是树根 有些真理是树干 有些真理是树枝 有些真理是树叶 有些真理是花朵 最重要的真理是在树根里面 就像一座房子 它最大的真理 最重要的它是根基 然后就是墙 砖 门 窗户 装修 屋底 你知道哪个地方最重要吗 根基最重要 所以根基性的真理 就是救恩的真理 是根基性的真理 所谈识 你只要把这个真理里面有缺陷 你的信仰架构 整个框架就有缺陷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灵命会出问题 你怎么使劲 怎么努力 你在根基上出了问题 是重视度不够 是真理框架出了问题 这个才是产生新约教会 五百年来 基督的教会当中 产生灵性不佳 世俗化严重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那个末世是直接针对世俗化的 你知道现在信徒为什么乱使劲 为什么世俗化有这么厉害侵入了教会 你发现教会无力抵抗 抵抗 你知道真正抵抗世俗化是什么 基督再来 末世 当你末世真理讲进去以后 基督再来的真理讲进去以后 你发现这个世界都将过去 无论这个世界多精彩 你在这个世界多么成功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全部化为人 你为基督预备的时候 一位魔爽才是能够带进一种很多事 你今天累积的所有的东西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全部化为藏和尖 你就知道你人生的奋斗目标到够一起了 所以要解现代教会的世俗化的问题 爱世界的问题 必须把末世带进来 所以这是盼望的真理 信心的真理我们抓得很好 还有盼望呢 当然信、光、爱三方面都需要那个 我们把盼望丢了 当我们把末世丢了 把基督再来丢了 我们就把盼望丢了 那只剩下一个信心 信、光、爱是要三重动力的 以及一重动力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我们再往后看 还不能翻到前面 翻到前面 再翻到前面 好 这个世界基督救死无认识的不同 那还有对救恩真理的认识不同 救恩真理呢 普世的教会都集中在个人的救 个人的救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大的时候 好 这个没有错 我从来不否定这个 就是救恩的路 救恩其实再要往提升的 才要进入到保雪地域 你知道我们为自己圣餐是干什么 你知道吗? 圣餐不仅仅是纪念耶稣和我们留许 是设免我们的罪的 圣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 圣餐和我们的福耶素 圣灵是什么? 用我的保雪念的什么? 暈 我们只是念一遍吧 正对设罪是不一样的 立暈的前提是设罪 设罪是其基础 是第一步 设完罪的以后 你要提升到跟神立约 进入到宝血立约 我们的圣经被称为新旧约 约是表示我们要跟上帝立约 从伊甸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摩西之约 大卫之约 最后到新约 整本圣经换穿的约 都是神和人立约 总称旧约和新约 你知道这是什么约吗 我告诉你 圣经两种卷书的新旧约 这个约是婚约 我们再新复一下 新复的新复 我们这次十月份 会在四五 会有一个新复的特会 我们会讲 为什么这两个约是婚约 我告诉你 婚约 约 约是两方 男女二人 婚约 两方 约有约的内容 约有约的形式 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旧约当中就是实践和入法系统 所以旧约在西乃山立约 是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立婚约 新约是主耶稣跟教会立约 在圣才的地方立约 他的成就是五天前的成就 所以那个真理又有一个大篇的信息 那以外讲很多 所以整本圣经它指向一个身份 新复 即神跟人 它是一个夫妻关系 是一个婚约关系 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新复 为什么要讲新复 为什么基督再来 最后它取的是新复 因为它创造的时候 它就准备创造新复 我待会儿在最后一点 我会讲这个 好 保雪立约还只是上神的一层 其实神 神就恩最高的目标 是天国降临 神的国要降临在这地上 神的国要降临在你个人生命中 你的家庭中 你的教会中 城市中 国家中 地球中 立国当中 神的国要最终降临 主导文说 愿你的子弟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的里玛丽诺诗天 每一次都要宣告 约翰福音诗 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 这世上的国 要成为国主和主基督的国 这是神创造人 和拯救人的至高的目标 你紧紧得救 那你达到这个目标 你远得多了 你怎么让神在你身上 神的国在你身上便行 神怎么在你生命当中长权 怎么在你的教会长权 在你家里长权 你生命有多少奉献给神 你真的是 你自己依然坐在宝座上 还是让耶稣坐在你宝座上 你生命当中的主权有多少奉献 你真的移交了主权了吗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真理 很多很多的对付 不是仅仅得救就完了 所以这叫天国降临 所以耶稣再来就是把天国带到地上来 首先要让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来长权 我们让我把我路上来过吧 来过哈 他的神迹其实就是什么 让神的国在你自己身上长权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生命 一定是让神在掌权的 没有的 其实有很多邪灵在里面的 其实你的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邪灵在掌权 你自己在掌权 你怎么让神的国在你身上掌权 哇 你发现神的国一降临在你身上 哇 很多人 看那里头的邪灵刺散 你的生命当中许多的灵在通停 掌管了你生命的各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掌权 是因为你自己掌权协定才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主权没有教别神 所以这个是讲到了救恩认识的 救恩认识只是停留在入门 因信称义德就是入门 入门相当于入了一个学校 入了学校你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你要每次 一定要到最后优异的成绩毕业 你才叫 才叫入学的任务达成 那现在的教会只管入学 大肆招生 说招生现在没有条件 这就是一心称义嘛 不需要行为嘛 靠着神的恩典 进所有的学校 马来西亚最高的大学是什么学校 这最为Number 1的学校是哪一个 大学 假设那个大学说 现在大学的门全然向众人敞开 只要你愿意报名 全部入学 这就是我们新车役 我们得救的条件 我们进这一个救闻之门 就是这样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不代表毕业的门是敞开的 入门入学无条件 毕业是无条件的 弟兄姐妹 你得救是不靠行为 没有任何的那个行为 你毕业是有条件的 神是有标准的 你如果没有毕业 你是不能毕业的 你可能易与处学 是完全可能的 那你完全能跟恩典 跟恩典什么抵触的 一点都没抵触 因为入学是白白的恩典 得救的过程 毕业是叫丰盛的恩典 恩典充满从头到尾 你不能说我得救是什么恩典 我后面要努力学习 就不是恩典 怎么不是恩典呢 耶稣的实在的功效 圣灵的帮助 教会的模样 是不是恩典 都是恩典的 你不能说不是白白的恩典 就叫恩典 是入学 不要你的条件 你是什么条件都可以入 但是不代表你毕业 是什么条件都可以毕业的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毕业 现在所有的教会都在讲入学 我不说入学不好 入学已经讲了很多了 入学一点都没错 但是毕业我要告诉你 不是你随意的在这里慌慌悠悠 每一天三天大雨两天晒网 每一天努力学习不努力学习 你随便考试 随便那个最后大概都不一分到 马来西亚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工作 别有事 没有 你同样可能一夜主习 所以入门是什么条件 我代表出门的条件 这个就是讲到救恩认识的课程 还有就对得胜和成胜认识 要有多提升 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得胜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实物信仅都有得胜 不是我们不懂得胜 不是我们不了解得胜 是我们对得胜的认识需要提升 得胜和成胜是我们救恩的王权 它是我们全被救恩的一部分 成胜不是基督徒灵命培灾的问题 它是一个救恩完成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成胜没有得胜的 表示救恩在你身上没有完成 很严重到这个一步 它跟我们想法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个欧行的 以前说我得了救 我得胜当然好 大家都鼓励得胜 各教会都鼓励得胜 但是得不得胜不得胜有什么后果呢 没有 你反正得救了 得胜比不得胜好 因为没后果 现在这个得胜和成胜也要恢复到圣经的思想 圣经的思想 如果你不是得胜者 你是有后果的 你是进不了天国的 你不成胜是进不了天国的 我不说你下去啊 你不下去 所有得救的人都不下去 但是你不得胜能够进天国 天国的概念我们以后还会讲 我们从十一月份在思路 以后再细处地讲 天国是什么 在千禧年国的时候 在千禧年国就是千禧年国 在新权新地以后 就是圣城去耶路撒冷 对于今天来讲 就是神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导权 在我们家属导权 在我们家属导权 城市当中的国家属导权 这是天国 所以天国我们一定能解决的 好 这个是叫 所以得胜和乘胜的这个真理 要把它提升到圣经的本意 是旧能真理 它是必须的 没有的话它是有后果的 神的心意 所以说从神的创造开心意 亚当 亚当 夏娃被造 其实就是神 就是要呼召真儿子 呼召儿子的心腹 亚当是代表了儿子的 夏娃是代表了心腹的 所以神在我们身 人类身上的心意 是要呼召儿子和心腹 儿子是跟天父讲的 心腹是跟基督讲的 儿子 你说我们都是儿女啊 都是神的儿女 儿女不等于儿子 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都是神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 所有重生得救的人 说我们有神的生命 是神生出来的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儿女是儿女 儿子是什么 你懂吗 儿子是some is open 儿子跟儿女的差别是天上之别 儿子是代表成熟的儿女 是能够继承产业的儿女 是能够跟神同做王掌权的儿女 所以儿女是要成长 你想想你养过孩子没有 刚生的被你做月子叫儿女 然后你的二十多岁 大学毕业到自己的班位 甚至如果你是老板 他来继承你的产业 把你的公司运转起来 甚至运转给你父亲还好 这个才叫儿子 儿子 儿子是可以继承产业的 儿子是继承神的产业 是什么意思 是表示神要把地球的产业给到人类 让你要同管地球 你要做君王 你要做祭祀 你要跟基督同做王权 同做王座一起掌权 所以神现在就在呼召这样的儿子 未来你是要跟基督同做王的 所以基督被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王是谁 万王是我们 所以只有真正的成为儿子才能成为那个万王 所以基督的government 基督的政权 未来他的国将军在地上 他是有一个政权的 他是有一个政府的 他是中央政府的 他是有一个政权的 他是元首 他是君王 但是他有许多的小君王的 马来西亚他要君王吧 似乎他需要一个市长吧 新山是不是要市长 你不要以为这是现在的 他是一样的 他是需要招聚这样的儿子 只有成熟的儿女 你才可能跟他同长王权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心理 不是神自己一个人掌权 他就满足 他是希望你跟他一同长权 他才满足 所以他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心愿 他让亚当成熟 成熟到跟人跟神一同分享这个权命 一同分享这个荣耀 一同来掌权 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 这是君王的红罩 这是祭祀的红罩 人类犯罪以后把这个计划彻底的破坏掉 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实行他的救恩 他其实就是要恢复到他创造的心意 那你怎么仅仅得救怎么能达成他的心意呢 仅仅得救是达成他心意的第一步 那差远着了 所以这是二次 那下个八十预表什么呢 下个八十预表心腹 他为什么要心腹呢 心腹他代表的是他跟丈夫和尔尔为一 成为一体 意思就是说 他要跟基督 不仅仅是同座宝座同党王权 他还要跟基督合尔为一 成为一体 这就表示神人合一 中国文化有个非常重要 有个叫天人合一 也就是神和人成为一 神和人成为一 不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跟神之间毫无拦阻 没有罪那个状态的 所以亚当在犯罪之前也没有拿到成为一的 他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呢 他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生命树是表示耶稣 当你把耶稣吃到我的里面来 我就给耶稣成为一 这是圣餐的一个预表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吃圣餐 其实就是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吃和耶稣 吃耶稣喝耶稣 是表示你和他的生命成为一体 这是夫妻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没有任何一个关系能够成为一体的 所以这就是幸福 所以神创造人那个时候 他就有个幸福 他就要把人类 不仅要成为儿子 也要成为新夫 所以救恩 这要完成这个创造的行李 那我们今天的救恩 一定要完成儿子的生命和新夫的生命 这是我今天要来讲的 这是我今天要来讲的 这就是基督再来 他就要搞这两类人 儿子的生命和新夫的生命 只有这两种生命的人 才是基督来的时候被离去的 其他的都被撇在地下 所以我们看一看最后几张图 我下一次讲我就会讲 名字和得胜 今天我只是讲一些要成为得胜 今天我会讲what what is得胜 what is winner overcoming what is overcoming 什么是得胜者 那我明天就how 我下一场我就要讲how 我怎么成为得胜者 明天我就会讲基督的史字下 圣灵的工作 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 不是设一个目标 我们没有路走 设得那么高 我怎么走不完 我怎么去啊 大家都会得沮丧 但是神有路 神说我就是道路 真正生命 下一堂课我就要告诉大家 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 你怎么成为得胜者 所以不仅仅是得救者 那我现在我们下面看几张这个图 我们看看得胜者 得胜其实有几类的得胜 我们看在伊甸圆 伊甸圆生命树是在伊甸圆的最核心 伊甸圆是在外围 然后原造的天地是更外围 古蛇和混沌的世界是撒旦的世界 所以这个结构就可以看出来 神的心意是让生命树进到人的里面 然后人和神同党完全 把伊甸圆扩大化 把伊甸圆生命化 把地球变成伊甸化 神要扩张神的国 扩张神的国 在创世纪 在创造里面 神的国是从生命树那一点开始 从三一真神开始 扩张到人类 扩张到伊甸圆 扩张到伊甸圆之外 伊甸圆要进一步的扩大 这叫神的国的扩大 我们今天传福音 在这本土到处去的那个建教会 就是扩张神的国 扩张 因为天国降临是他最终的心愿 所以天国要降临 个人得救是满足个人的 满足了个人 宝雪律元和天国降临 是满足神的 所以我们的福音 既要满足人 更要满足神的 那我们如果只传得救的福音 仅仅得救的福音 那就只是满足了人类了 那神的新衣服的哥哥让人管啊 神呼召了一批 不成熟的幼儿 一群的幼儿园的孩子 一群的卑鄙进到天国 他怎么成为你 跟你结婚呢 他怎么给你徒长王权呢 卑鄙怎么能够去当国家元首啊 当神长的 当市长啊 他怎么长王权呢 没有办法 一定要当大成熟的 所以伊甸园是这样的结构 我们再看看下面 这是圣经当中的圣殿 最核心是至圣所 外围圣所 在外围是外院 最外围是外发的 你看这个结构 跟伊甸园的结构 是不是一样的 大家看到这个没有 看到这个圣殿没有 再看 宝座 天国降临 宝座是最核心 居所在外围 国土 就是神的国土 神的将土 是在外围 最外围的是撒旦的传授 好 看 这里是同一个圣殿 同样的一个样式 再往后 天国降临 最以后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 新的创造 三一真神在最中心 新右三朗城 外围 新天新地 再外围 最外围的火湖 看到没有 神的子民 他有可能就在 除了火湖之外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再往后 这是三类得圣 看看 第一类得圣是最底下的 就是生命车上的得圣者和得救者 生命车上的人 第二类得圣者呢 他是高养生命车上的人 是属于荷奔第二类 第三类呢 是主的名和父神的名 写在额上的人 他就是新父和真老子 所以新父和真老子 是最高的得圣者 是第三类得圣者 我们再看看 这几类人住在哪里 第一类得圣者住在城外 不能进城 第二类得圣者 住在城外 可以进城 第三类得圣者 住在城内 所以我们通城为 第三类得圣者为 成立人 我们在永恒当中 愿不愿意做成立人 我想问问大家 你愿不愿意做成立人啊 成立就是新耶路撒冷城 所以新父得圣者 真儿子 才是真正的住在圣神里 跟基督同胀王权的 神这个救赎计划 急迫的需要得到全球的教会 引起重视快快的路被 神的心愿远远没有达成 神的心急迫 非常的急迫 非常的急迫 让全地的教会明白 许多的教会没有重视 没有预备 神多次的推迟他的再来 是因为地上的教会很少的预备好 如果他按照他的时间来的话 大批的人没有被拯救 大批的人没有预备之后得圣者 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神在呼召在全地 在全球呼召这些 耶稣再来的这一个呼叛者 或者叫 或者叫那个施许约翰 那个第二次来的施许约翰者 要来为耶稣荣耀祭来预备道理 来传讲这样的心事 感谢赞美主 一切荣耀的那个时候 阿们 谢谢大家 我们做到什么话 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 可能我们 只是这样的知道我们的根据 但是我们最终的成绩是很重要的 像今天用个疲惫这样的 任何入选考试 如果没有要选 这样子可能就不用真正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所以今天弟兄妹 当你听到这些 也很简单 你要做最终在这末后 要做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 要做一个真正的幸福 就是我们 不断要成长的一个人命 不断要血习 不断练义跟随神 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 紧紧得救的基督 我们来做一个得胜者 得胜者 因为那就是最美好的 享受高原厌世 而不是还有得救 但现在能够来看一切之 我相信那一刻是非常后悔的一刻的救救 谁是时候我们要愿意的 听到多少就要回应多少 我们的人 是耶稣 我谢谢你 在今天晚上 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 被更新 甚至被唤醒 我们到底是 怎样的一个基督徒 好不好我们安静想想一下 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真的有 和你的一个真正的身份呢 什么是一个幸福的身份 什么是幸福 那个真正的爱 那种真正的一生 和唯一 神的事就是你 是 你基督的心为心 那我们愿意 在今天晚上真的能回应神 我们可能还不好 还不足 可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愿意 主要我们来成为你真正的爱子 而不是一个工人 而不是一个使命人 孩子 天父的事就是你死 天父看重了我们就看重了 始终我们스트 全是我们的圣洁 从我们神经的其吃 正在我们处理 我们的圣洁 得幸福 在幕后的得胜者 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内心 能荣耀的均衡 能回忆 他其实就像你信念佛因斯 因为你是被神捡选的 你是被神捡选的 告诉神是在主人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都有这么目标活着 成为神的真正的孩子 这样的清静 这样的皮 皮铁 成为你幸福 让我们生命的每方面来爱你 和我 是你的事 谢谢你的天 谢谢你 谢谢你孝顺 谢谢你的灯灯 谢谢你 谢谢你主 我们愿意回感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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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愿意回走 我们愿意回走 而之我们还随意的生活 轻易的犯罪 生命 然后我们愿意回哭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事里的幸福 耶稣 谢谢你 我们的事ligh一共相 decreê 成为圣灵的活 我们分身的破 你圣洁的活 可幸的活 大大燃烫很多 ara医 我们的消 relaxing 知道我们不靠我们自己 是个圣灵的需要 所能活出基督的样子 哈喽耶稣 是个耶稣 来宣告圣灵的我们复兴的我们 这样的人来伤害 哈喽耶稣 我们欢迎 圣洁的 复兴的活动 圣洁的活动 让每个人转向神的心 神并不侵略我们心里破尾 还来得及 我们可以回转 就在今天晚上 圣洁的耶稣 欢迎你来 圈心欢迎你来 让神明与我 来为我死心 你欣我 你欣赏 我 你欣赏 你欣赏 我 你欣赏 那个第三类的神 清楚要做成在我们当中 且不论我们的现在的景况如何 神有各样的恩怨 不要任何现在时间不够 可能我们已经来不及 不是 神用他的比喻说 早上来的 中午来的 下班之前来的 都得一样的奖赏 主啊 你一定会啊 所有愿意的神的你的儿女 都要做成在他们实际当中 真儿子的身量 和心腹的身量 都要做成在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 谢谢主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喜悦在这里 谢谢主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